今天吃什么 咱们来做酱牛肉 咱们这个酱牛肉 做法并不复杂 这里边有三个秘诀 您掌握这三个要点 您做出来这酱牛肉 绝对与众不同 比饭店都好吃 所需要的材料 我都已经放在屏幕上了 这个酱牛肉一般是用牛腱 您可以用前腿腱 那是最好的 后腿腱也可以 这酱牛肉要做的好吃 这里边有三个秘诀 咱们一个一个说 第一就是腌 您这个肉得先腌 不能直接煮 您这牛腱照着这个肉 最后的地方给它切开了 这样一方面您煮的时候 它好下锅 再有一个您腌的时候 它这切开刀口的位置 更容易入味 所以我们切好之后 依然用我们惯用的办法 塑料袋来腌这个肉 这个酱牛肉 这个酱指的就是黄酱 我们这里边用到的是黄酱 酱油 料酒 一般这个酱油和黄酱比例呢 差不多一比一就可以 我这里就是三勺的酱 五香粉 看您的喜好 有的人喜欢吃五香粉那味儿 您就放了 不喜欢不放也可以 但是这个黄酱和酱油 这个是不能少的 料酒 这个是需要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塑料袋空气给它拍干净 然后口给它寄紧 这个塑料袋腌肉是非常好的 既方便又干净 而且呢 它还省空间 因为我们腌肉时间都比较长 您最好是放冰箱 您要是一个盆在那儿腌呢 这冰箱里占的地方大 塑料袋是非常好的 给它揉匀 让这个料呢 都互相混合 稀释好 都能够均匀粘到这肉上 最好呢 是能腌上一夜到24小时 您如果说是没有那么长时间 几个七八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也可以 最好是24小时 或者是一夜 这是我已经腌好了的 一会咱们就可以用它来酱 您腌的这个 里边这料 别扔 里面还有用 另外呢 我一般卤牛腱呢 我都配一点牛筋 这个呢 一个是小朋友喜欢吃 另外这两者配在一起 味道也非常好 牛筋就不需要再腌了 您直接卤就可以 我们在卤之前呢 还要准备好 其他的这个香腥料 葱姜蒜呢 这些个 干的这香腥料 根据您的情况 哪些东西您喜欢加 您多加 不喜欢 您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都可以 但是一般来说呢 像这个 八角啊 桂皮啊 辣椒啊 这可是一般都是需要的 因为辣椒呢 可以帮您去腥 您不喜欢吃辣 少放 或者放这个不辣的 您吃不出这个辣味来 但是呢 它能提高您整体的这个 口感 再有就是 这些香腥料呢 最好是能够 油炒一下 尤其是像 八角 桂皮 经过油炒之后 它的香味更丰富 再有呢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咱们腌肉的这个酱料 您别扔 一会儿炒好了之后 先炒 这个香腥料 再放 葱姜 然后把我们这个 刚才腌肉的酱 再下去 一起炒 如果您讲的 您可以 把这个腌肉的这个酱 您就扔了 然后再重新再下这个料 量是一样的 还是 这些量 您可以放心的 这个酱经过炒之后 它会更香 这样您在卤的时候呢 它就会更入味 味道也更香 您要直接是下了水之后 再把这个酱放进去 它这个味道就没有您炒过这个酱 味道那么香 那么好 然后还可以烹点料酒进去 再加水 这时候就用到我们 第二个秘诀 就是老汤 这老汤 实际上就是 您以前煮肉 用的这个汤 你看餐馆里头 经常说 我们这是百年老汤 那真用一百年 一百年的汤还能吃吗 把人吃死了吗 实际上它就是 前边 比如今天煮肉的汤 它留住一部分来 明天再加料 再加肉 该加多少料 加多少料 但是呢 因为您昨天煮的这个料里边 已经包含了 这个料香和肉香了 您再跟今天的这个料和肉放在一起 它当然就香得多 实际上几天之后 您今天这个料 已经都几乎就没有了 可是它毕竟是比您 这个当天用的这个料 味道要丰富得多 您说我家里没有这个老汤 没老汤 不要紧呢 您今儿煮完了 您把这个汤留下一部分来 把这料渣给它控出去 然后冷却放冰箱里冻起来 下次您再煮 这不就是老汤了吗 锅开了之后 您就把这个肉 牛筋都下去 煮开 把这浮沫打掉 在这儿呢 咱们可以提一句 关于这个煮肉 有些人的喜欢吃牛肉的这个味道 觉得没有这个味道 它就不是牛肉了 有些人不喜欢吃牛肉的味道 这个味道怎么来的 就是在这个牛肉的这个血水里边 如果您不喜欢吃这个味道呢 您就把它在水里边 腌制之前 先把它泡一泡 泡几个小时 或者泡一夜 这个水再倒掉 洗干净了 它牛肉里边就没有血水了 那么您煮好之后呢 它这牛肉的味道就比较淡 您喜欢吃这个味 您就不需要再泡它 甚至说您在煮的时候 都不用再用开水再烫一遍 我今天这个肉呢 我是开水烫过的 您如果喜欢这个味道 可以不用焯水 直接下去煮 腌好之后 直接向这个汤里边煮就可以 煮开之后 把浮沫打去 这样煮出来的这个牛肉的味道 非常特别的浓 您餐馆 这个牛肉那么香 牛肉味这么浓 基本都是这种做法 煮开之后 您就把它盖上盖 转小火 让它保持微开状态 煮上它 需要大概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根据您的情况 什么时候煮好了呢 您拿一块子扎一下 非常轻易的能够扎透了 这个就煮好了 另外呢 在煮的时间 这过程当中 一个小时左右 您给它搬个身 让它能够 煮到均匀 快能扎透了 这个就是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是您注意 第三个秘诀就来了 煮熟了 别急着吃 您把它盖上盖 焖它一夜 然后再搭出来 放到盆里边 进冰箱冷却 让它凉透 您腌的这一夜之后 一方面 它更为软烂 另外 这个料汁 进一步的渗透到这个肉里边去 您这个肉 是保证入微 你绝对不需要 您再用什么 酱油醋啊 香油再拌一拌 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凉透之后 您这肉 切呢 可以切得非常薄 大概可以切薄到一毫米左右 您看这肉 切好的里边 筋都是半透明的 您不管是这个做牛肉面呢 还有牛肉卷饼呢 都非常好 您可以切得非常薄 如果您这肉是温热的去切去 一切它就碎 牛筋也是一样 干牛筋呢 您就不需要切太薄了 这个筋呢 冷吃的时候 口感非常的Q弹 您如果觉得喜欢吃稍微软一点呢 您只要这个把它稍微让它温热一点 比如您放到汤里呀 或者是稍微加一点点热 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 非常好吃 但是您要注意一点 这个牛筋呢 它比较有弹性 切的时候呢 千万小心 容易划刀 别切着手 咱们这种做法 保证您的这个 卤出来的这个酱牛肉啊 入味 非常的好吃 不管您是做牛肉面呢 还是装盘 做冷菜下酒 都非常好 直接吃 一点问题没有 您不信 您就自己试一试 哦 摆南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